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些环境变量配置文件具体起了哪些作用 在这些文件当中到底定义了哪些默认的系统环境变量 那上节课其实我们都知道了 在系统默认当中是有这样 这样几个啊 当然不是五个 这里面是一组啊 这样一些环境变量配置文件 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啊 其实说如果我不细看里面的内容 电影的内容 它的最主要的区别是 17C下的 是对任何用户登录都会生效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管理员root 还是UZEUZR这样的普通用户登录 只要是写在17C目录下的这几个环境变量当中的 对所有的用户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遵守这样的规则 全部都是直接生效 对吧 这些有点像我们 比如说兄弟联的学校的这个校规 你只要进入学校 兄弟联大门 只要登陆Linux操作系统 我的这个校规就对所有的人生效 就对所有的人生效 那这些呢 相当于每个用户自己的环境变量配置文件 那它相当于我们每个班级或者我们老师每个部门的这样一个规定 只针对我们这个班级生效 而对别的班的同学没有作用 那也就是说写在root用户加募录下的这个文件当中 只对root用户生效 来看一下他这些环境变量配置文件调用的顺序 各位 环境变量配置文件当中他们之间是有优先级的 谁先会读取 谁会接下来读取 谁会最后读取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户登陆的时候 首先读取的就是17c下profile这个文件 通过这个文件调分了两组 一组是调用加募录下的.bshcprofile文件 另外一组是调用了17c下profile.d下的 所有1.sh结尾的这样的文件 那这些文件当中这些文件当中写的任何一个跟用户登陆相关的这样一个环境变量配置都会在登陆的时候生效 其实我们说不光我如果这些文件啊 它是在登陆的时候就会读取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在这里面写入我想要的环境变量给它设个值 上节课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常用环境变量 对吧 比如说最常见的pass 那为什么每次登陆之后pass都会有值呢 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查找命令的这样一个路径的 那是因为pass的值在这一系列文件当中都已经进行了定义 所以用户只要一登陆 图取这个文件里的pass变量 就会得到它里面的值 然后当它达到提示符之前就会给pass复值 所以每个用户登陆只要拿到提示符 都会有它自己的pass变量 定义了这样一个路径 啥意思啊 我们都说过 pass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命令查找 系统查找命令的路径 那pass的变量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值呢 是因为我把pass变量的定义事先写在了这些配置文件当中 那用户一段登陆就会从这些文件当中读取这个变量或者其他一些环境变量的这样的定义方式 然后给它复值 当你用户 拿到提示符 这些变量就已经全都有默认值了 这些变量就有默认值了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它读取的这些配置文件当中的值来修改环境变量的默认的这个定义值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一个一个来看这几个配置文件当中它到底定义了哪些环境变量 其实第一个也就是最主要的默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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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tc下的pass 大家需要注意啊 这个环境变量默认负值的时候它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自有用户登陆的情况 也就是说还记得吗 也就是说我登陆的时候 需要在这里比如说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才可以登陆 这是第一种情况对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是也有可能是我比如说我用被试切换一个子绅 那这种情况下切换是没有登陆过程 也就是说没有输入用户名密码过程 那这两种不同的登陆方法 一种是输入用户名密码 另外一种是不输入用户名密码 它读取的这个文件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 如果有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 它就是我画的这个流程图 先读取 当我一输入用户名密码 在拿到这个提示符之前 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等待操作命令之前 我先干了几个事 第一个事就是 第一个事就是修改了 读取了ETC下 Ballify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它是我们这几个环境面的配置文件当中最复杂的一种 那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当中主要定义了这样一些内容 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习是二编程 下一讲第十一讲 我们才会正确正式学习它的编程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现在大概能看一下 这里啊 首先定义了一个函数 叫做PassMyGo 然后定义了几个Pass的这样一个值 接下来呢 判断我的当前登录用户的ID 然后记录当前的ID 判断当前进去登录的用户的用户名称 然后判断我的登录名 然后呢 定义我的用户的邮箱地址 哎我说过 我们的邮箱全部都在WashashPort一下Mail一下 以用户名相同 对吧 接下来呢 哎 来看先看这 定义了userloginnameMail变量等等这样的一些变量 这些都是系统默认的 我里面呢 哎登录的用户名 这个仿应该是当前用户名 登录用户名 还有当前用户的邮箱 对吧 接下来就进去了Pass变量 哎 也就是这一组内容 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学过12点长 但是我们大概看一下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登录用户的UID 当前有效UID是0 我们都知道 UID是0的用户是root用户 那么他的Pass命令的路径就是看在原始的这个Pass定义了这个函数的路径基础之上 看这是他的原始的Pass 在这个基础之上又追加了SB User下的SB和UserLocal下的SB 啥意思 我们回过的时候看一下 哎 刚刚这个默认别了 看啊 因为我当前是root中 所以我的有效UID就是0 所以我执行的是这个三个 所以看 我们的UserLocal下的SB SB和User下的SB 这几个目录都是我超级用户所搜索命令的默认路径 所以你还记得吗 我们一开始就讲 我说只要是保存在SB这个目录下的命令 都是只有管理员可以执行的 普通用户是没有权限执行的 原因是你就可以看到啊 在Pass路径当中只有管理员 看UID为0的情况下 才会定义 它的这个搜索路径包含SB路径 那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如果它没有0 它不是0 那么它包含的就是这样一些路径 哎 这些就不读取了 这几个SB就不需要了 不读取了 好了 这是定义了Pass 先给我的Pass定义一下路径 接下来呢 定义了主机名 定义了认识命令调数 对吧 还定义了什么 我的默认的权限值 这里是说 哎 这会儿我们都还没有详细讲啊 A4命令都没讲 包括这个测试方法都没讲 那我这里就大概说一下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的UID 也就是用户ID 是大于199的 那么你的默认的Umask值 就是002 哎 Umask权限我们是讲的 系统默认权限 但是我们因为是 入团库 所以我的UID是小于199的 所以我的UID默认是02 所以还记得吗 看 我Umask可以查一下 我当前的 UID 它是002 哎 这个0我们讲过了 是吧 是这个SUID SBID 这样的特殊权限 对吧 好了 那 这就是经济的Umask 到这里 也就是到这儿 看 到这儿 哎 历史命令 主题名 对吧 最后呢 调用了 VTC下 Profit.d当中的 所有的.sh文件 怎么调用呢 通过的就是 这段语句 哎 通过这样一个 发循环 调用这个文件当中 所有的.sh 写给的文件 那也就是说 就跟我们这个图一样了 用户登录 先读取这个文件当中 所有的默认的 环境面当配置 经济了什么 呃 Usa啊 登录的用户名啊 还有我们的 什么PASS啊 对吧 读完之后呢 就读取 这个目录下 所有的.sh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目录下有哪些 VL LTC Profit.d下 按两下推不见 看这个目录下 有一大堆的 .sh 结尾的文件 这些文件 全部都会被调用 那最主要的 也就是幻觉面上 写的这个 调用的就是 这个LUNCH 定义系统语言的 这样一个 呃 脚本 定义语言的 脚本 打开这个脚本 看一下 这个脚本当中 内容其实非常多 我只需要你们看一件事 什么 他调用了 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也就是 VTC下 Sys Configure下 I18N 这是18 这个文件 里面保存的是什么 我们打开看看 保存的是 VTC Sys Configure I18 保存的是 我们系统默认的 语言环境 当前是中文 UTF-8 标志这种 中文编码环境 因为我们是采用中文安装 对吧 所以 我们在使用一些命令的时候 才能看到这样的正确的中文输出 对吧 中文输出 好了 那这是 这一组 也就是说 到这儿 调用文件 好了 这些东西调完之后呢 VTC Profile 会把它的调用 传递给下一个 环境面脑配置 也就是 加募录下的 .bsh 下滑线 Profile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看看 喂 我的加募录是root下 .bsh 下滑线 Profile 这个文件就比较简单了 他要做的事情是 第一 判断一下 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调用这个文件 哎呀 我们讲过 .south 调用类似 调用这个文件 那也就说 我们说 这个家伙 会调用下一个文件 对吧 除了调用这个之外 他会给 我的pys变量 在原有的 在这个文件当中 定义过的 pys的 环境变量当中 给他定义的值当中 写的有点恶心啊 在这里 变量当中 定义的值当中 再追加 我自己加募录下的b 这个目录 作为pys的值 我们看看 呃 echo 到了 pys 哎 最后 是不是还有加募录下的b 作为我这个 pys 这个用户的pys的值 那 也就说 如果我想把某一个目录 作为系统默认搜索的这个命令的路径 而且要让它永久生效 就可以写在这个配置文件当中的这个后面 然后用末号分割开就行 最后 这句话的意思是 把pys环境变成为环境变量 对吧 这就是这个文件的作用 哎 我们可以看看环境片 这个文件的作用 这个文件的作用 那这个文件作用完了之后呢 我们能够看到 它会定用下一个 环境变量配置文件 也就是加募录下的.bshxc 打开 我们看看 加募录下的.bshxc 这个文件 我们好像比较眼熟了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可以定义系统的别名啊 哎 有人说我不想定义别名放在这个文件当中 我不想把别名放在这个文件当中 我能放在其他的这些环境变量配置文件当中吗 各位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是想让这个用户登录的同时 让这个别名生效 就可以放在这些别名 这个环境变量配置文件当中的任何用户 不过你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个是只对当前用户生效 如果你把别名写在这个文件里 就会对所有登录用户的这个登录的用户生效 哎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这些环境变量 这些环境变量 哎 包括pass 写在这一系列的这个文件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可以 不过你要小心 越后面读取的这个文件 你定义的这个值 它的优先级率高 也就是说变量是什么 哎 我给系统定义一个变量 哎 A等于123 再重新定义一下 A等于456 那我问你 A的值是什么 那大家肯定说了 456 因为是你后给它复值 就会覆盖前一名 所以啊 如果我这里定义了pass 对吧 而且我这里又定义了pass 那这个时候这个文件里的就会覆盖这个的定义 这个覆盖它前面一个文件的定义值 但是为什么这块没有覆盖呢 因为我们打开看看 这个文件 它覆盖 它不是直接覆盖 而是它用的变量的叠加 我们讲过了 对吧 在这个原始变量的值后面 加入新值 并没有覆盖它的原值 所以我的pass变量的值是 呃 这个文件当中赋予的值 加上这个文件当中赋予的值 哎 这是这样 但是这里面是定义变量 如果你没有用这种变量叠加 那么后定义的变量就会覆盖前面 啊 这就是这个文件 第一个就是 功能就是 定义了系统变名 最后第二个功能就是 调用了ETC下的 也就是这个文件 ETC下的BIC刷新 那我们打开最后这个环境变量配置文件 看看 VETC下的BIC刷新 这个文件里面 首先定义了第一个功能 前面这一大串啊 我就不一个一个看了 它最主要的定义的是 到最后 真正生效的就是这句 什么 定义了我的登录骑士服 看 我们现在默认登录骑士服就是 如果我想 把我的骑士服改了 每次登录之后 我的骑士服都不需要手工改 而是一登录就改 直接修改这里 就可以 PSE讲过了 对吧 那接下来 往下看 你会发现 他还定义了PAS 而且还定义了U-MAS 而且还定义了PSE 也就说 看着 我们前面定义了PAS 定义了U-MAS 但是后面 但是后面 后面 在最后这个文件当中 又把 这些事全干了 而且又重新调用了这个文件 那 是不是说 这两个文件当中的值 这两个文件当中 定义的变量值 是不是就是重复 也就是这个 和这个里面 定义的值 是不是就是重复了 我们仔细来看看这个文件的说明 如果你来看看 从这里 只要是重复了值这里 你就会发现 他定义的是 VIA NOT LOGIN SHARE 我们定义的是一个 没有登录SHARE的情况的时候 换件量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了 登录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输入用户密码 另外一种是不输入用户密码 直接就切换了 那这个文件里面 定义的这些重复值 其实他定义的是 不需要输入用户密码 直接登录这种情况下 换件量的配置 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充电 也就是说 看这个图 在这里会重新进一些概念 然后他又会重新调用 这个目录下的文件 但是这种 这种调用 只针对 NO LOGIN SHARE 也就是说 不需要输入用户密码的 登录情况生效 这就是 这个文件里的作用 也就是说 下面这些内容 包括这里 看 NO LOGIN SHARE NO LOGIN SHARE 看到了 他针对的其实都只是 不需要输入用户密码的时候 这个文件当中的才会生效 那也就说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这样登录 读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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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读取这个里面的一部分内容 哪一部分内容 指的就是 PSE 也就是说 PSE是有登录12的时候 也会执行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改 也会可以改我们的 这个默认的 这个提示符 都是可以改的 最后 把这几个文件当中 所有的环境面量都读完 我就可以看到了 登录全新 那 其实我说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把你 对环境面量的修改 写在这些文件当中的 只要注意 有一个是 有登录过程 有一个是 没有登录过程 还有 写在后面的 会覆盖前面 除非你用变量别加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节 下一节课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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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